免費電視牌照風波令中聯辦這隻無形之手現了刑 其實主任張曉明上任時已經提出過 西環雖然不自講 但他們都要盡職責 看來職務越來越多 所以人手資源都要多些才夠 時庫金融及時庫投資發出了通告 披露他們會將旗下九龍灣宏基資本大廈22樓 全層連四個車位 用一億三千五百萬賣給中聯辦 平均赤價都過萬元 賣方透露中聯辦付現金 但大慘慘一億多 西環到底是全部自己給了 還是有部份是借回來的 我們就未能夠查證 這一檔的隔閉雙下 其實就是坐落在九龍灣海邊 不單擁有無敵的維港海景 還是對正新興成的啟德郵輪碼頭 公司上年上載了樓書 同一層的作價 其實是低過一億二千萬 用這個價錢來計算的話 中聯辦的四個車位 每個其實要五百萬 由於是商業樓宇 所以今次的買賣 中聯辦是不需要給買家印花稅的 但雙倍印花稅就走不掉了 按今次的作價計算 中聯辦向特區政府的庫房 大約都進貢了一千一百萬 我們就有向中聯辦的發言人查詢過 有關方面只是說 今次買新樓就是做辦公室用途 當然中聯辦斷估 應該就不會加入這個炒樓的行列 有地區人士就猜 這個物業很可能就會是 將來九龍工作部的新辦公室 因為過去中聯辦的九龍工作部 地址是設在九龍堂的約度6號 亦都是唐英年的約度潛建大宅的對面 但最近中聯辦的網址已經沒有再寫到約度地址 九龍工作部的聯絡署就搬去弘天廣場的30樓 不過其實弘天廣場只是租就不賣出去的 中聯辦沒有自己的物業 看來當然是不太方便 有地區人士就猜 當完成了裝修之後 九龍工作部就不會再續租弘天廣場 而是會搬去自己這個新買的物業 那麼這層樓是否這樣用呢?中聯辦就拒絕回應 而約度舊紙究竟又怎樣用呢? 地區人士都說要再打聽一下才行 其實03年之後 中央至港方針走越來越積極 中聯辦的架構亦都大肆擴張 包括住深圳和廣東的辦事處 中聯辦下面其實是有24個部門那麼多 但具體編制到底有多少人 就一直都沒有人知道 當西環越來越高調 透明度相信都有需要提高 我要你的香港 做法 美國編劃 世界公司 有東風